你以前健身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歡迎歡迎 哈哈哈哈 我是吉祥耶 可以幫我把酒拿來 按照慣例還是先喝啦好不好 你的超前部署是失敗啊 這個也是同一天釀釀的 這個一樣是3月30號釀的威士忌美酒 這樣已經幾天了 20天了 超好喝 各位他已經好喝到我快八瘋了 其實根本不用等到兩個月好不好 我們趕快來開始 大家好我是廚房肺寶 手愛客 今天的影片呢可能沒有這麼的廢 這是一支非常具有 知識含量跟深度的影片 如果你是一個有健身 或者是有減肥需求的人 你就常常在家裡要煮雞胸肉 但雞胸因為它油脂少 你容易不小心就太乾柴或太老 都不要急 你們這些問題 我們都聽到了好不好 No problem 今天呢我們會手把手教大家 如何在家裡也能夠輕鬆做出 餐廳等級的軟嫩雞胸肉好不好 舒康雞好不好 國產雞肉非常的棒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解凍呢其實也是一門學問哦 那我先來幫各位廢寶們科普一下 我要展現我專業的價值 你的這個肉呢 全部肉都一樣 它在冷凍的過程中 它的肉汁從液體變成固體 它的體積會變大 所以你的肉會被稱鬆 最好的退冰的方式呢 就是把你的冷凍肉放在冷藏一個晚上 讓它慢慢退冰 這樣子呢 它的肉汁再變回液體的過程中 它會再被肌肉吸收進去 它就不會馬上散掉變成一潭水 所以大家正確最好的退冰方式 是把你的冷凍肉放在冷藏一個晚上 OK 可是你一定想說 哇靠我今天這麼忙 我怎麼可能會記得前一天晚上就要退冰 對不對 沒有關係 如果你今天真的趕時間的話 你可以帶著你的真空包裝 或者是你的外帶 直接泡在水裡面解凍 那最錯誤最錯誤的退冰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你直接把不帶包裝的冷凍生肉 泡在水裡面 因為你這樣急速退冰的過程中 它裡面的湯汁 若水會刷一下 就泡在水裡面了 而且你其實 非常容易自身微生物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把生肉直接泡在冷水裡面哦 我們的雞肉在乾煎前 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 你要用廚房紙巾 把雞肉的表面擦乾 這樣子你煎出來 才會是非常綿圓的交響 今天呢 如果你的雞肉 濕噠噠的就直接入鍋的話 那你這樣煎完 其實是表面你會發現 很容易都還是慘白的 而且你水分多在鍋子裡面 也會煎得 哩哩巴拉 噴的到處都是 當個想到很下流的時候 自己笑出來 你想說什麼 不要亂噴啦好不好 大家要有國際禮儀 這個就是沒有國際禮儀的 濕噠噠噠到處亂 濕鬼亂爪的 你看他表面煎完 就都會是慘白的 然後這個呢 就是知書達理 有禮貌的好孩子 好不好 我們乾煎前呢 又把它擦乾 你表面就可以煎出這種 迷人的焦香味 像我之前有在運動健身的時候 蛤 再說一次 What did you say 我其實大概有瘋狂健身了 兩年 一個禮拜去四天健身房 真的看不出來 我也覺得笑屁笑 叫快點笑屁 我要說什麼啦 反正就是你在健身的時候 你就是要吃大量的雞胸肉 增加蛋白質嘛 那那時候真的是 幾乎三餐多吃雞胸肉 你有時候真的會吃到 有點懷疑人生 所以如果你會有一些 不同的調配方法 其實會讓你的雞胸肉 吃起來味道更有趣 我非常喜歡呢 在裡面放鹽巴 胡椒 橄欖油 然後還有檸檬 檸檬的部分比較特別 它除了讓你的雞肉 吃起來會有點點那個 我覺得是很 很有層次感的酸香味之外 它也會讓你的雞肉 變得更軟嫩 你千萬不要放隔夜 如果你醃隔夜的話 你的那個檸檬 會讓你的雞肉變苦 然後第二個呢 是稍微再進階一點點 你把它調成有點點 我覺得西式的風味 你可以放一點點蒜頭 西式的腥香料 這些東西去把它拌一拌 這樣子你煎出來 就會有非常棒的那個 香料迷人的味道 那第三個呢 是比較亞洲一點的風味 就有點像是你在醃鹹酥雞 或是台式的排骨那些料 你可以放一點醬油 米酒或清酒 然後一點點的醋 如果你手邊有像是味噌 或者是蒜頭 你可以壓成泥加進去 味道也非常棒 那醃漬雞胸弱呢 都記得了 三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入味 就可以拿來煎囉 雞肉要忍認最關鍵最關鍵的 其實是你要在它一煮熟 一斷生的時候就起鍋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兩個 怎麼樣判斷雞肉 是不是熟了的方法 第一個呢 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跑一趟烘焙材料行 買這一根 碳蒸型的溫度計 你戳到那個 肌肉最後的地方 然後等它溫度慢慢起來 你只要等到它設施65度 就代表你的肌肉已經熟了 你就可以直接起鍋囉 75度是非常極限 其實75度對我來說 已經是有點過頭了 你只要有這一根 好不好 一根在手 你就 完了無窮 然後第二個方法呢 就需要 需要你的食指 對 需要你的 金手指 超下流的 第一個方法是一根 第二個方法是你的手指 你要用你的食指 來判斷你的肉是不是熟了 因為你的肉在加熱的過程 它會從最軟變成最硬 所以呢 你就要用你的手去練習 去判斷一下 欸 壓一下生肉是什麼觸感 壓一下全熟是什麼觸感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 已經非常熟練 去判斷肉的軟硬程度 有些人比較生疏 可能就要多練習 那這個就是 經驗跟價值 你看餐廳廚師就很容易去了解 摸一摸就知道 這個肉的軟硬程度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練習呢 我會建議大家 你的肉煮熟之後 你先壓看看 這個硬度 把它記得 然後切開來看 它是生的還是太熟 那你下一次在煎 同一塊部位的 同一塊肉的時候 你就可以記得 那個軟硬程度的觸感 那你就會知道說 欸 這一次是不是熟了 一回生會熟 所以廢寶們 我們剛 Rilicoco 講了一根妹妹嘎嘎 Rilicoco 好像有點廚房裡的Raper Rilicoco 大家都知道跟記得了嗎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兩種 我們在家裡最常見的肌肉風俗方法 Rili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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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再擦過嗎 Rilicoco 它表面的油不用擦乾 如果是水就要擦乾 然後你下去的時候要聽到這個聲音才是對的喔 煎的時候沒事幹的肺飽們 你們其實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輕輕的去壓你的肌肉 因為你的蛋白質加熱過的話 很容易會Q起來 所以你這樣子壓過之後啊 它比較能夠均勻的跟底部接觸 讓它底部也能夠 煎成那種非常漂亮的金黃色 我們先用中大火 把表面煎上色 然後再把火轉小 慢慢把裡面煎熟 因為每個人家裡的鍋具跟爐具 其實都會影響 像我以為大火就是要看網站 還有網站 你不要偷偷幫別的那個Youtuber 打廣告你 那你以前健身到底是什麼 我一直打 翻譯翻譯 哈哈哈哈哈哈 就幫我把酒拿來 我就是有一陣子很 很迷戀自己會有那一種 健美的身形 對誘人的肌肉線條 我就是那種做事很三分鐘熱度 但是我只要一做 我就是會衝到地 所以我那時候還請了教練 那那是什麼時候 那時候會費什麼啊 哈哈哈哈 那個時候國民政府剛從上海回來 大概三四年前吧 我有一陣子很喜歡穿無秀的啊 你沒有發現 很美耶這個 然後翻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轉小囉 大概要煎個 吃到十分鐘吧 等到裡面都熟透了就可以了 來囉 嗚好燙喔 哇 完美的熟度啊 來囉 來囉 這樣子的 嗯 嗯 嗯 剛好的 ぁ 肉譽橫沉啊 妳真的很juicy欸 真的很juicy耶 不剪臉的雞胸肉 為您示範一個好不好 那... 當洛洛 試吃一下味道 有餐廳的品質嗎? 我覺得我個人就是雞博士啦 很懂雞肉的博士 還解釋那麼多 以為大家聽不懂 這一盤我可以輕輕鬆鬆殺掉耶 有一些雞肉的調味如果沒有處理好就是 吃起來就會很無聊 那個肉汁一直從咬過的斷面給噴發出來 會變變不絕 有黃豬氾濫 請上天花這種事情我覺得是最愛的 而且我們的監製 你昨天晚上才剛剛搞砸了你的雞胸肉 不知道誰教我要用雞胸肉打水 我完全沒聽過什麼叫雞... 你就把那個影片網址貼上來 所以我就是放所有的錯誤濕大大的下去炒 然後又給它炒得太久 所以沒有上色又柴又來 嗯...OK 根本真的搞笑 除了你的雞肉要擦乾才會煎上色之外呢 你用一點點鹽巴或者是檸檬醃過 也讓它比較軟嫩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學會去判斷你雞肉的熟度 你只要一段聲就要直接起鍋 就可以達到這一種 好不好 餐廳等級的軟嫩程度啦 快被我吃完了 下一集你會教蘇肥嗎 大家會有興趣學蘇肥嗎 因為蘇肥其實還會需要一點專業的工具 譬如說 真空包裝機啊 滿嘴是不是 還有恆溫棒 那我們今天的這一種知識影片 就到這邊告個段落啦 我是廚房小肥肥,我愛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你按讚訂閱跟小鈴鐺 那有任何想學的師傅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留言呢我們不一定會做 但是你沒有留言的我們就一定不會做 好不好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噗